不是 每天馬英九跑什麼行程 我都要跟 所以真的是那個時候馬英九 他在宣傳車 在整個街上這樣 都沒有人跟他 只有我 只有我們華視這一組就跟 所以那時候不管他 所以我當時常發獨家 所以他不管說什麼講什麼 然後就我們都會每天有文閉錄 然後就是每天都這樣 乖乖的就跟哈巴狗一樣 跟在他後面 然後後來他當選了 那我們當然也覺得予有榮冤 所以就覺得說我服選你那麼久 幫你發這麼多的好新聞 然後那個當選人 第二天就要在清源總部 就是開一個非正式的記者會 那等於說我剛到的那一剎那 剛好所有記者就把麥拿走 結果他剛講完 最後一句話我才到 希望一芬 妳說妳的個性講好聽叫做 很優懶 事實上 優雅 優懶 優雅 現在變優雅了 那事實上妳說妳連波新文都懶 波新文要怎麼懶 這個要從心理的角度來講 其實我從小就是很愛賴床 對 後來這個習慣就到了播新聞的時候 那時候三臺的時候 在華盛的時候 你知道只有早上中午晚上 三節主播 那新人當然除了輪播中午之外 那第一個時段 一定是從早上開始輪起 那時候我記得是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 七點新聞到九點有兩個小時 然後那兩個小時當中 前半小時是新聞 後來一個半小時是有一些訪談 然後有一些外電之類的 然後兩個小時新聞 然後這個主播大概規定要五點半到 因為你要看兩個小時的稿子 更糟糕的是除了稿子之外 我們還要自己問氣象 我要打電話到中央氣象局去問說 今天幾度啊 台北 台中 台南 高雄 然後氣象局又常常有人不接電話 所以你知道我都已經很趕了 還有打去說 所以後來竟然有氣象局的人 打電話來公司抱怨說 你們曾經那個主播態度很不好 又實在太急了 怎麼快點啊 快點啊 嗡了 因為那個時候早上 好辛苦喔 六點 編輯台就會 那個時候還沒有手機 一九九八年的時候 所以編輯台會有我家裡的電話 所以如果六點還沒看到人 家裡電話會響 但是那時候還好 我住在永康街附近 我開車到光復南路 騎車很快 早上又沒有什麼車 但也有什麼紅綠燈 至少也要十五分鐘 剛開始也會很緊張 可是後來這作息就越來越 然後後來公司看這樣下去 不是辦法 因為一個人 我又沒有代班人 你說為什麼你有沒有開過天窗 其實還真的是沒有 因為我知道我一旦開天窗 我就沒有代班人了 所以公司後來就想一個辦法 就是說七點到七點半播新聞 那我就負責股市節目 就七點半到九點一個半小時 OK 九點開盤 你要 我聽說 你要re六個投顧老師 因為那時候華視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三台的時候 就都是股市節目 然後台視中視華視 就一個半小時 因為我們看到台視 好像做得還不錯 我們就把時段一個半小時 外賣出去 每十五分鐘賣一節 所以這樣的話 一個半小時就六個投顧老師 所以我不用播成間新聞 我就開始一個半小時 投顧老師 然後那時候也開始有了化妝師 那些的 可是你知道一個半小時的 財經節目 你要re的東西更多了 但是我又已經養成六點半 才到的習慣 所以那個製作人都快瘋了 不過還好那時候就是 我也知道 見資聰穎 對 因為前天我都會看盤 然後都會了解 而是久而久之 你就開始習慣了 而且就變成說 你趁廣告的時候 趕快再re一下 這個投顧老師大概要講什麼 老師都很會講 對 你天天re 所以就已經慢慢習慣了 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其實現在以我這個年紀 看當時 就覺得那是也滿不道德的 就像開車一樣 你自己飆車 往往是坐在副駕駛座的人 比你緊張 因為他不知道你要怎麼開 那你自己知道 反正我最後一刻 我一定會出現 可是那些邊境台人都嚇死了 嚇壞了 對啊 而且你還曾經上演過 玩命關頭 六點半要到 有時候也不見那麼準 那個是後來從華視跳槽 到中天 到中天去的時候 剛開始是播晚上的新聞 可是後來因為真的是 頒表就大亂了 我記得有一次 我好像播晚上十一點的新聞 回家已經十二點了 可是電人早上要播九點 還好沒排我六點 如果排六點的話 我真的是就睡在公司就好了 你晚上十二點回家 你不可能馬上睡 因為你知道 播完新聞在亢奮的時候 晚上今天早上很累 對 然後你就可能兩三點 才睡著 然後你可能照理說 公司會規定一個小時前 要ray新聞 那你知道以前 cable台的時候 九點新聞 他八點四十五就on了 因為他要搶廣告時段 你八點四十五 照理說你七點四十五就要到 我怎麼可能七點四十五到 所以那時候我記得 大概我播九點新聞 我大概 大概睡到八點才起來 我還要洗個頭 睡到八點 因為清晨很累 我還要洗個頭 洗頭 洗頭也洗好 就來不及吹 就趕快開車 我那個開車衝到公司去 然後那時候完蛋 我要播九點新聞 我八點四十五分 就要上場了 現在還在大塞車 因為你一彎出去 八點更是尖峰時間 我從精華建議上 完了 前面一大拍 全部塞得滿滿 我想這樣 我絕對沒辦法 剛好對象都沒車 我就 逆向行駛 我就往前飆 結果沒飆到新聞 妳自己上新聞 我要闖過那個紅燈 要不然我絕對 要不然我開天窗 我開天窗我就完蛋了 我主播就不要當了 我絕對不能開天窗 我就鼓起了全身的勇氣 逆向行駛 然後闖過那個紅燈 就開始一路飆到內湖 我從精華街飆到內湖 到了公司那天 大概剛好八點四十 我五分鐘以後 我就上台了 天啊 還在化妝什麼 結果我那天下台以後 就頭髮梳拔壓扁 然後就塗了口紅 就先上去 然後紅了以後 蹭著VCR的時候 趕快畫一下眼線 趕快塗一下粉 趕快種一下 畫到時候趕快衝進來 蹭著VCR的時候 趕快幫我弄睫毛 幹嘛 然後等到新聞播完的時候 我妝也畫好了 真的 我們那一集的主編 其實滿痛苦的 結果那個時候 那天後來就有 其他主播告訴我說 剛才我們在編輯台的時候 那個總監就說 他說今天我出門的時候 親眼看到一個主播 逆向行駛還闖紅燈 我們要不要來發一條 因為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總監就住我家附近 因為他們九點半 十點才開編輯會議 那我是要八點飆出去 他就在後面一路看 因為當時我的車號很 因為我那個開一個 B&W跑車 我車號是很好記 全公司都知道我車號 然後那個公司人還說 那天我真的是把那個B&W 那個地下室把車一丟 拜託拜託幫我停一下 然後我就直接衝到六樓去 那時候很多同事就說 我記得一芬姐明明是開B&W 可是為什麼每天她來的時候 她那個頭髮 就像騎機車來的 因為我每天都洗完頭 因為前一天晚上 都有很多造型品 我洗完頭哪有時間吹 就根本也連擦頭髮的時間 帶一條毛巾在車上 慢慢擦 然後可是整個頭就 因為那時候有短頭髮 整個頭髮就這樣 就是跟炸雞一樣是不是 很可怕 心上被我排大坑 妳有一次遲到 被馬英九尖 那記得那個時候 因為是李斯丹當我們主播 他就很嚴格 他就規定我 每天李斯丹 不是 每天馬英九跑什麼行程 我都要跟 所以真的是那個時候 馬英九他在宣傳車 在整個街上這樣走 都沒有人跟他 只有我 只有我們華視這一組就跟 所以那時候不管他 所以我當時常發獨家 所以他不管說什麼講什麼 然後就我們都會每天有文壁錄 然後就是每天都像乖乖的 就跟哈巴狗一樣 跟大家後面 然後後來他當選了 那我們當然也覺得予有榮冤 所以就覺得說 我服選你那麼久 幫你發這麼多的好新聞 然後那個當選人 第二天就要在清原總部 就是開一個非正式的記者會 那等於說 我剛到的那一剎那 剛好所有記者就把麥拿走 就他剛講完最後一句話 我才到 那我就厚著臉皮拿麥克風上去 想說我們老熟人了對不對 我天天都給你了 以後他再講一遍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們遲到 你可不可以再講一遍 馬上就說 你來晚了 我剛才已經講過了 我就覺得好丟臉 我在所有的記者面前 可是他們也知道 我是主線記者 那天很多代班都來 那我就不檢討自己 我反而是覺得說 小馬哥 你也太沒有人情味了 我平常這樣子 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對不對 我天天跟你跑那麼久 人家只有今天遲到 你為什麼都不願意多講一句話 後來只好乖乖去尻帶 那時候跑立法院的時候 三組記者 大概六個人 我們每天八點半 箱行車一律從華市 就是從九人座箱行車 開到立法院 然後那時候呢 就是還是有遲到的習慣 然後每次到八點半的時候 我那時候如果還在飆車要趕來的時候 手機就響了 夏美 你現在在哪 因為我們記者會有一個 最資深的負責 我說大哥 我還有五分鐘就到了 五分鐘是不是 你現在在哪裡啊 我說我在那個光復南路上 快到了 快到了 然後電話放下 開車 因為從光復南路 我還要找停車位 他一算就知道 你這個絕對不可能五分鐘 因為到底法院也要正車位 而且要搶委員會的位置 那麼多委員會記者不要喬位置 你如果不小心在一個側面的位置 你搶不到中間的位置 就完了 你整天的畫面都是側臉 還有五分鐘 開車 所以就 我就 我到了公司以後 只好自己坐計程車去 我也沒辦法直接開去理法院 因為理法院根本沒有地方停 他這個態度應該很難改 真的 還好現在真的不用再毒害別人 我覺得他比較是屬於就是 因為他睡眠品質很重要 他常常都是因為睡眠的關係 他不是其他的 那可能有可能他晚上說捨不得睡 晚上精神好 然後早上精神不好 那有一種真的就是醒不來 所以我覺得他比較 一方面是他睡眠 對 他睡眠習慣不良 我覺得很試睡 沒有 應該看我的優點 就是說你在輔導 我覺得因為這個小孩應變力很強 所以我後來就是 我在播放前場 我不用看稿 我上去就直接改 然後以前那個阿扁槍極案 還有那個尾巴戰鬥 我都是被從家裡摳來去連 我沒有搞到可以一直講 他反應力很快 但是就是說他習慣壓縮 用最少的時間做最多的事情 然後他喜歡有那種速度感 像他剛剛講飆車那一段 他就是那種性分 所以我會覺得他其實很喜歡 那種即時感到的快感 每個都在最後一秒鐘 感到耶 然後感覺你又 現在是滿自得其樂的 他的感覺我可以感覺 因為我有點類似 但我沒有你那麼兩樣去玩 我最輝煌就是這個 要播新聞前兩分鐘近篷 已經把一條一條都嚇死 那你也很厲害 過狀已經化好了 但是我真的是也可以講 明顯現在沒在播新聞 真的從來沒有開天窗過 對 OK 男生行不行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瞄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 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